终有成就秘籍这本书上说 人何这时候没修好 临宗 临命宗时 一段提醒 与本性的光和尚就可以得到解脱 这样说法对吗 死后五十三天 听到是本密法教导 也可以超出轮回吗 这些事情 不是每个人 都有这么好的缘分 特殊的缘分 有因有缘有苦 因过去身中有善根 过去身中没有善根 经身遇到再殊胜的缘都没有 所以善根还是最重要 弥陀经上讲往生的人 不可以少善根 福德因缘 得身别苦 善根摆在第一个 缘摆在第二个 我们这一生当中 亲身看到的就很多 缘非常殊胜 善根没有 还是不能往生 也看到过的 一生当中没有遇到缘 真的 命中之后才遇到缘 他居然能往生 那这是什么呢 善根深厚啊 过去身中 生生世世学佛 这一生没有缘 接触到佛 或者听些人也说佛教是迷信 不愿意接触 临终的时候 家亲眷属 来超度他 我们这个协会 胡居士的母亲 就是临终之后 超度的 这是我们亲眼看到的 不可思议 他母亲一生 没救出佛 他自己虽然修佛 还好家里不反对 家里人不跟他一起修 过人搞过人 他母亲死了之后 在这个善根灵 给他做超度的佛事 那他的这个灵呢 附在一个女孩子身上 说出他家庭状况 讲得一点不错 所以胡居士也很相信 真的是他母亲来了 他就问问大家 你们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两三百人 日夜不断地给他念佛会想 你们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那这是不是因为我女儿学佛 他个性很强啊 如果说因为女儿 他不愿意接受啊 我们都说的是 你自己有善根 有福德了 所以感到这种缘分 他就很高兴 那人问佛教是什么 那我们有一位法师 给他讲解 给他说明 劝他他忏悔业障 求生净土 他真的把他搞懂了 搞明白了 就要求听进 听这个地藏经 所以我们就把他 他那个时候 这个这个 灵救 前面呢 放一个电视机 播讲地藏经的录像带 这差不多就是将 有好像有两三个星期 没消息了 过了两三个星期之后啊 他又复生 又来说了 那今天完了 最后一天放三十七年 三十七年复完之后 最后复生 告诉大家 复来接引 他到极乐世界了 下瓶终身 所以这段故事啊 我就是写得很清楚 我们这个 这一篇戒缘的书架上都有 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 是真的不是假的 过去时的善根 善根非常深厚 总是在临终一念 错了念头 没去得了 这一生在中阴得读 四十九天 给他这个 这个念佛 诵经 四十九天呢 他真的得读了 这个感应 不可思议呀 这个感应不可思议